就是我問他 然後回答的正確率都提高了很多 但是他會因為他很懶惰 就是會不願意自己去念題目 因為他會覺得很麻煩 所以他就會靠著感覺 然後去寫答案 就是他在期末考的時候 得到的成績是很不好的 然後他就有跟我說 然後我就有問他原因 他就跟我說 因為他都沒有念題目 對 然後就是他有點 就是他很小大人 雖然他只有小姨 但他講話很成熟 就是他會 他會跟我說他發生的境況 然後我會問他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 就是一些不好的東西 我就會問他原因 然後他就會知道正確的 他只是想要跟我拉近距離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有透過就是詢問 然後就是知道了他的暴力想法的 行為的那個原因來源 然後我就有問他說 如果使用暴力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但他也都知道 所以他就知道使用暴力是不對的 他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去解決問題 然後在後期的時候 也發現他有被班上同學欺負的情況 然後就是那個同學他是多次的要求他要幫他做事情 然後但是因為我的暴力就是他害怕都會被欺負 所以他就會照著做 然後之後因為我就是給他就是 就透過會談 然後又給他一些心靈上的安慰跟鼓勵 然後讓他知道說跟老師說不會怎麼樣 他可以反而還可以解決他的問題 對然後他後來就是我在下一週再去服務的時候 我就問他他就有跟我說 他有跟老師說這些事情 然後他之後也沒有就是在被欺負的情況發生 對這是我的個案的情況 接下來換個案一 這是我的個案 那他是一個小三的新住民學生 然後他的問題是就是學生思音困擾 跟人際互動困擾跟行為問題跟情緒困擾 那他的情緒困擾跟人際互動困擾是因果關係 那他在前期的時候其實會出現很多髒話 跟你不小心說到什麼 然後他就突然間嗶這樣 對我自動消音了 對然後他會他會有那個 以二郎腿之將腳放在抽屜的行為 來我來示範一下好了 他呢 這裡是一個桌子嘛 然後抽屜是籠空的 然後他就這樣子 姊姊你看我的腳在這裡耶 出來大道你們怎麼處理 不知道喔 我跟他說 蛤可是這是動用教室耶 那個大家看到你的名字就知道 圈圈圈 坐的位置 自己腳湊都是因為他 因為他就把腳放在抽屜裡面 好從此之後沒有再看過他有這個行為 對 然後他比較自我為中心 然後常常跟學童發生口角 因為他個性就是比較那種 就是很汗的那種就很兇 可能不小心碰到他 他就說你幹嘛碰我啦 之類的就類似這樣子 那因為我剛剛有說嘛 他是新住民學童 那他的學習錯的就是比較高一點 因為你知道外國進來 因為他是小二才回來台灣的 才來台灣讀書 那其實他在很多注音符號上面 是跟不上的 那他的注音符號 可能就跟前面的個案差不多 就可能小一小二的程度這樣 甚至小二的都可能比他好 那他其實就是學習挫折非常非常的高 然後他只要有一點點就是 感覺到他就是很挫折的時候 他就會很不耐煩 對 那其實我們 這也不知道該不該說啊 但我想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在服務過程中 我跟他是有吵架的 對 那但後來就是 其實他也知道就是 吵架這件事情是為了他好 所以後來我們就透過會談 然後好好的撫平他這個情緒 那他之後也就是 沒有再出現這樣的行為 嗯 那中期的部分 那其實因為我剛剛有說嘛 就是我已經有就是立即的處理好了 所以就是他的行為分析 就是比較那個二郎腿的那個地方 就是已經沒有在出現了 那其實還是會有少幾次比較少的髒話出現啊 但我不知道我不在的時候他會不會講 對 但他不會像我這樣自動消音啦 對 那情緒輔導的話是以我訊息的方式去了解他 因為我想說我要傳遞給他我訊息 那我自己要做示範嘛對不對 那所以我就是用我訊息的方式去跟他講 就是跟他做會談的部分 那 嗯 在做這部分的話 我也是建議他說 他發脾氣之前的時候要先深呼吸 但我跟你們說 真的是沒有用 對 這真的是沒有用 就是我自己有時候會覺得還蠻挫折的 但是我後來就發現其實假如說他在發脾氣之前 你跟他說 欸 圈圈你好像快生氣了喔 提醒他一下 他就會自己把那個情緒收回來 他就會突然間發覺 喔 我好像真的快生氣了 然後他就不生氣了這樣 但當然他的心理也一定還是會有就是一點點就是不舒服在 那怎麼去解決 那就是就是跟他會談嘛 就是陪伴他嘛這樣 嗯 那學習方面的話 因為我剛才有說他的就是 嗯 做音符號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是用陪讀的方式 然後就可能跟他說 嗯 你唸第一題 我唸第二題 你唸第三題 我唸第四題這樣 或者是我們兩個一起唸 對 好 那就是用這個方式增加他的熟悉 然後他就跟他交換日記 那 我在中期的話 是有執行交換日記的部分 但 嗯 一個不會認字 就是認字還不完全的人 他怎麼可能會跟你一起寫日記 對不對 那 我那時候就是想說 我就一直鼓勵他說 你就寫嘛 你就寫 你就算寫不好也沒關係啊 寫錯也沒關係 我都看得懂這樣 那我就跟他交換日記 但其實在中期的時候 他是一直都沒有寫的狀態 那 我還是就是只要每次到那邊的時候 我就說你的本本呢 拿過來我就每次還是會寫給他 那 嗯 到後期的時候 他就會 就是突然間有一天 就跟我說 姐姐 這是本本 然後 裡面呢 就是寫滿 大概五到六天左右的字 然後我就 哇天啊 太感動了 對 那等一下我再說明這個部分 那 嗯 那麼我到後期的部分 就是行為的部分已經都改善了嘛 少有減少他說髒話的行為 然後還有 嗯 惡惡狼腿的部分 那情緒方面的話 他在發脾氣的時候已經就是 已經會自我控制了 所以 他在跟同儕互動上改善就很多 那 學習部分的話 就是認知閱讀的方面 也是明顯進步 就可能 他一開始連注意符號都不認得 那他後面就可以跟你說 就是完整的把那個字 講出來 然後甚至念一個句子給你聽 他是完全不用拼住符號的認知喔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那 嗯 寫交換日記的部分 就是 我說嘛 他是寫五六篇 那他就開始說自己的心情啊 然後 嗯 在我就是 要離開的前兩週開始 他的日記本上面就開始寫 姐姐我不想要你離開 你下學期可以再來陪我 對 然後就 天啊好感動喔 但是 你知道嗎 就是服務的時間是有限的嘛 那 就是跟他講說 雖然我不在 就是 但是我相信你可以 自己去學習 對 嗯 就是 要他就是自己獨立這樣子 嗯 那他到 後面的時候 他就最後 最後一天 他就把那個 交換日記跟我說 姐姐我知道 我讓你失望了 就是 我在這段時間 的 學習 就是都沒有很好 但我很想要 就是好好的把它學習好 所以我會加油的 然後 看到這個 心裡就是 好欣慰喔 對啊 就是 怎麼成長那麼多的那種感覺 對 好那我的個案就到這邊 然後 接下來 科案F 科案F 他是一個 小二的學童 那 他的問題有四個 第一個 是學習適應困擾 那 在前期的時候 就是案主會因為 寫作業 或是算數學啊 之類的事情 非常沒有耐心 然後 他的國字的字跡 也是非常潦草的狀態 然後 數學能力呢 就是比較差 英文程度大概是在 大寫字母的程度 所以他其實在 考試或是作業上都會 就是表現得比較不好 那他的學習挫折感 就是比較高的 那在 這個時期 我 我除了陪伴他完成作業 我做的就是 我對他自己的要求度 不會這麼高 就是 只要他有寫出好看的字 我就會給他正向鼓勵 然後不會要求他每個字 都要寫得很完美 然後 我也會透過一些 比較有趣的方法 讓他比較喜歡 做作業這件事情 那在中期的時候 暗主的字跡其實就有明顯的進步了 只是有的時候還是會出現 很潦草的狀態 然後 當他出現那樣的狀態的時候 我就會跟他說 欸你上次寫那麼好看 那你現在寫這樣 那人家以為是別人幫你寫的 然後 他就會笑笑的 然後就把字 就是修改過來 這樣 然後可能因為 正向肯定的關係 他的自信心是也有提升 然後他對於自我的要求 也就一起提升了 那在寫作業上 他的專注度也比較高 然後運算能力呢 在就是長期的練習下呢 也有提升 但是在中期的時候 就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 他因為不想背英文版字 然後他就哭了 然後這是他第一次 用哭 哭泣這件事情 來表達他的情緒 那 呃 在後期的時候呢 他的字跡 就是基本上就是很穩定了 沒有再出現潦草的狀態 然後數學能力也不錯 然後自我要求也有提升 那因為之前就是可能 正向經驗的累積 像是在英文方面 我就會教他怎麼背 會比較簡單啊 然後用一些 就是他比較可以解的方式 教他背 所以在英文方面 他就有一些正向的經驗 那他對於英文的接受度 也就跟著提高 就是他甚至會找他朋友 一起背英文單字 然後或者是 主動請我們考他英文單字 就是從他原本 完全不接受 背英文單字這件事情 到他願意主動背英文單字 然後第二個是 情緒困擾 那暗主基本上會出現 情緒困擾都是因為 他就是在學業上的狀況 像在服務前期 他就會出現不耐煩啊 生氣 然後任性 甚至是沉默 就是完全不跟我講話 或者是 折齒這樣的發洩行為 那 當他出現這些行為的時候 我就是會詢問他 然後了解 了解他的想法是什麼 這樣 那在服務中期的時候 他的 因為他的學業狀況有提升 所以他的情緒 就是負面情緒出現頻率 也就跟著降低了 然後也不再用折齒的方式 來表達他的情緒 但是在中期的時候 他就突然出現了一個抱怨的情緒 就是他會抱怨他的暗大帝 因為他的暗大帝也是在同個課照版 然後他就會抱怨說 暗大帝沒帶作業回家 然後他回家還要照顧他 給他寫作業 他覺得很煩之類的 那我就是透過會談 然後讓他表達他的想法 了解他對於暗大帝的這個行為的想法 和感受是什麼 那暗主也告訴我說 他覺得照顧暗大帝是他的責任 然後所以他很容易因為暗大帝的行為 產生情緒 那就像剛才前面說的 他在中期的時候 有因為被英文單字而哭泣 那在後期的時候 暗主的負面情緒頻率 就是幾乎沒有再出現了 因為他的就是寫作業的狀況也非常好 所以他基本上寫作業的時候 都是非常開心的 然後也不會再用沉默的方式表達情緒 然後抱怨的頻率也有降低 因為他現在就是比較願意表達他的想法 然後就是我發現他在這個時期 其實是一個很勇於表達的狀態 他會很主動跟我分享他對誰的看法 或者是他今天開不開心啊 然後他也不會沉浸在負面情緒中太久 就是調適情緒能力有上升許多 那第三個是人際互動困擾 就像前面說的 暗主有過度關注暗大帝的行為 所以他在課照辦的時候就是會 可能上課或者是出去玩 然後或者是寫作業的時候 他都會一直關注他的暗大帝到底在做什麼 這樣子 然後所以他其實跟其他學童的互動是非常少的 然後這時期他是交流歸屬感是非常低的 因為他都跟暗大帝互動在一起 那當他發現這樣 我看到他過度關注暗大帝的時候 就是一樣透過陪伴然後了解他對暗大帝的想法 然後幫他釐清他的想法是什麼 還有他的情緒是什麼 那在中期的時候他對於暗大帝的依賴度其實就有下降 然後他卻也開始願意主動跟別人互動 不過他這個時候還是沒有就是固定的互動對象 所以他的交流歸屬感還是比較低的 那一直到後期他才開始有就是固定幾個比較好的朋友 然後他跟他們的互動都是很真相的 然後在這個時期我也發現暗主除了在跟別人互動外 他也是可以保持獨立的狀態 就像就是跟他前期過度依賴暗大帝是一個對比跟一個成長 他可以獨立然後他在跟別人互動的狀態也是比較處於一個照顧他人的角色 就是可能跟他身為姊姊的這個身份有關係 就是他把之前都是對於暗大帝的照顧跟責任 然後轉成對待朋友身上這樣 那最後一個是家庭問題 前期的時候暗主就是有過度關注暗大帝的狀況 那就是像前面說的我用一些處於方法 讓他這樣的狀況可以比較不會這麼嚴重 那在中期的時候他的就是依賴度有下降 可是這個時候就發生了暗負失業的狀況 那就是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每一次的會談我都會了解就是暗負 家中的經濟狀況呢 暗負有沒有找到新工作的就是透過會談 了解他們家的經濟狀況怎麼樣 那在後期的時候呢就是最後幾次服務的時候 暗主就有跟我說就是暗負有找到新的工作 那我就是透過這樣來瞭解他們家的經濟狀況 好那再來是我們方案三 兒童人記互動韓令營的成效評估 那我們的服務對象就是剛才前面說的課照班的學童 那服務地點是在春安國小 服務時間是今年的寒假就是某一桌的一到五天 然後時間在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半 就是總共五天這樣子 那其實剛大家聽我們的個案介紹 會發現我們的學童其實大部分都有人際互動的問題 所以我們舉辦的主題就是人際互動的韓令營 然後我們會辦理一些表達溝通情緒的課程 就是希望可以提升他們的能力 那除了這些跟人際互動有關的課程 我們還有規劃電影欣賞物理化學實驗 然後品格教育的多元課程 就是希望他們可以有一些學習經驗 然後還可以引起他們的興趣和學習動機 那除此之外我們也有規劃煮泡麵煮火鍋手作點心的課程 希望可以提升他們的自理能力 那旁邊這個就是我們的課表 那大家可以發現就是我們每天都有一個回饋時間 回饋時間我們會給就是學童寫一張學習單 然後學習單的內容就是跟我們今天上課程有關 那裡面可能會有就是選擇題填充題連連看 然後簡單的問答題之類的 就是希望可以讓他們就是這些題目比較多元 他們就會比較願意寫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透過這份學習單的答對率來檢測我們的成效評估這樣 那我們成效指標都是訂定韓列寅的學習單 答對率打80% 那像第一個是我們表達課程的學習單 我們是透過像是比手畫腳啊 你畫我猜或者是影片討論這樣的活動 讓他們可以實際的了解表達方式有哪一些 然後遇到表達困難的時候可以怎麼辦 還要傾聽他人的重要性 那像這一份學習單 我們最後他們的總平均答對率是100% 就是又符合我們的成效指標 那情緒課程我們主要是上像是我訊息 然後用情緒溫度計表達情緒 然後還有認識情緒 然後透過演戲來了解別人的情緒 還有影片討論 那我們的目的是希望他們可以了解 就是自己跟別人的情緒 還有每個人的情緒都有不同的意思 然後還有什麼是我訊息 怎麼避免衝突 那我們這份學習單的答對率是91% 也是符合我們的成效指標的 那再來是溝通課程 溝通課程我們主要做的是句子排序 就是讓學童自己去排句子 然後我們從完全不能講話 完全不能做動作 然後到可以做動作不能講話 到可以做動作可以講話 讓他們去比較這三者之間的差別 然後除了讓他們認識非語言溝通是什麼 也讓他們知道溝通的方法 和肢體語言的重要性 那這份學習單 我們的答對率是86% 也是有達成我們的成效指標 再來是物理課程 那物理課程的內容是水利傳 就是希望可以讓他們知道福利 反作用力 然後重力等 就是有關物理的概念 讓他們可以體驗這樣的實驗 引發他們的興趣 然後瞭解這些例 在我們生活中哪邊會出現 那我們最後的學習單測的答對率是74% 其實是沒有符合我們的成效指標的 那我們後續的分析 我們認為因為我們的學童是由一年級到六年級 那其實這樣的課程 對於低年級的人來說是比較困難的 他們可能沒有辦法在一節課中 馬上就理解到就是它的原理是什麼 但是他們一樣有就是體驗到我們的課程 然後其實在我們最後的滿意度量表中 就是有超過一半的學童都寫說 他們最喜歡的課程是物理課程 或者是我們等一下介紹的化學課程 然後所以從這個滿意度量表 我們就可以看到學童其實是 對於我們的課程是很有興趣的 那再來是化學課程 那化學課程我們帶的是 小蘇打粉加醋會產生二氧化碳的原理 那目標呢其實就跟剛才的一樣 那這個答對率是77% 比剛才74%高了一點 但是其實也是沒有符合成效指標 不過在我們後續的分析結果一樣 就是大部分的學童其實都是非常喜歡這堂課程 這堂課程帶給他們很多學習鬥極跟興趣 那再來是我們在第五天給學童添寫的滿意度量表 那像是第一題我很認真參與活動 就是有80%以上的學童是同意的 然後我在活動中會表達自己的想法 有75%的成員是同意的 然後我覺得老師的表現很好 有90%的學童同意 那我有遵守營隊規範 也有80%以上的成員是同意的 那其實看粉紅色的部分就可以知道 就是粉紅色非常投影的部分是占絕大多數 那全副指標也都有符合就是我們剛才說的80%的成效指標 所以從這份統計表中可以看出學童對於我們 含令營的滿意度是很高的 那我們因為前面入表目的有介紹到就是 我們舉辦含令營是希望可以滿足家長的 就是彌補家長的照顧上的問題這樣 所以我們也給家長填了一份滿意度量表 那像第一題含令營可以減緩照顧壓力 減緩經濟壓力 都有88.9%的家長是非常同意的 那含令營可以減緩孩子的人生安全問題 跟減緩學童的交流狀況 也有94.4%跟83.3%的學童是非常滿意的 的家長是非常同意的 然後再對於含令營的時間安排跟課程內容 也都有88.9%的家長是非常同意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粉紅色的部分 幾乎都是80幾%然後將近90% 就是顯示家長對於舉辦含令的舉辦是非常滿意的 好最後是我們在實習期間就是發現的問題跟建議 然後我們就是發現了以上六點 然後第一個是資訊不流通的問題 是在我們就是舉辦含令的時候 就是因為就是社工然後不太清楚就是有 學童有一些其他的才藝課程 然後就是導致我們會就是要再更改當天的行程課表這樣子 然後就是我們就是有都會有給小建議就是覺得就是我們下次可能要先確認說 學童他們有沒有其他的才藝的時間或是活動 這樣才可以安排我們的日程 然後第二個是經費的使用問題 就是我們有含令營需要很多的器材 然後我們應該要跟社工跟督導還有主任三方 然後一起討論溝通出一個平衡然後達成共識 然後去買器材這樣子就是可以考量到資源的永續性跟必要性 然後再去購買會讓我們在含令的時候更加順利 然後在督導的第三個是督導領導問題 因為在我們實習期間督導比較就是少親自到客服班 或者是我們的營隊中就是由他親自來觀察 比較多是轉述或是我們的分享 然後就會比較有就是一點點缺乏食物工作的指導這樣子 然後就是如果我們就是遇到這樣的問題的話 可以先跟督導再做溝通或者是跟學校的督導做討論處理這樣 然後再來是人力分配的問題是我們有分兩間學校的服務 然後我們因為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沒有去確認過人數 所以到後面的時候才發現春安國小是比較需要多人力的 所以我們就是到後面因為我們已經做了初步的建立關係 所以我們之後還是一樣就是三個三個去做服務這樣 然後下次我們就是如果遇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要先確認好服務人數然後好分配我們的人力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至於志工管理的問題 就是在含令期間因為我們本來是有一個實習生要下去當隊服 但是因為就是機構方那邊就是有跟我們說他們有一個志工可以來協助我們 然後當下是因為有點緊急了所以我們也沒有就是跟志工做到一些事前的訓練 然後我們就是想說我們下次的話可以先跟機構那邊有更多的聯繫 然後也可以跟志工有多一點的行前的訓練才不會導致當天只能用口頭的轉述 然後就會比較配合不上這樣子 對然後第六個是支援盤點的問題 因為就是在含令期間的器材方面就是食材 然後有發現有過期的情況 所以我們就是覺得我們下次如果還有機會的話我們應該也可以先去跟機構確認 就是食材或是器材上的東西 然後在營前訓前兩週就是可以先確認器材有沒有過期的情況 或是足不足夠我們使用的這樣 對然後以上六點就是我們找到就是發現了一些問題跟給予的小建議 那學弟沒有問題嗎 有嗎 那我們非常謝謝學姐辛苦的執行這個方案 我們掌聲謝謝他們 然後再來我要講就是說他們整個方案就是從需求評估到執行哪些方案 有哪些需求然後執行哪些方案然後最後的成效是非常邏輯性 大家就在執行方案可以比照他們這樣來辦 然後再來還有就是說他們在 因為我讀導他們我就看到第一次好像才去第一個禮拜回來 他們很挫折 然後到最後大家看到今天他們的那個報告就非常有成就 所謂教學相場真是那個學習到蠻多的人 然後那個還有就是說他們的整個方案執行是完全沒問題 有非常的成功 不過中間歷經了千辛萬苦 血淚真的流血在出車後 直接玩又晚上來那個討論到11點多還回家 那天晚上回家我家裡一兩天 對所以那個整個真的是很辛苦的復甦啦 不過就是那個寒淚波動 我們一般叫受贈 他們這個成就非常好 然後再來就是大家如果 不要強調他們整個方案執行都沒有問題 又執行非常的棒 那遇到錯誤都一一刻 然後那個用得非常好 不過當然如果要去這家機構施寫的時候 可能要先去跟機構 溝通協調到他們看到這些問題以後 你確定OK了 然後在那個 踩在學運節的肩膀上繼續往前進 這一點一定要記住啊 好那今天就這場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謝謝 謝謝